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 你看对面都是翻新过的房子 也就是说这边的老房子像这个样子 将来的新房子像那个样子 那么正对面这个是个独立房 它的隔壁就是新盖的房 你看这独立房跟新盖的房 这就是区别 也就是说这一条街好多在新盖的 属于一个很有潜力的翻新的街道 现在开始就是这街的服务设施了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在当地 家庭拥有的早餐中餐为主 咖啡 你不用去那些连锁店 他给你先做先卖 很新鲜味道很好 就稍微贵了点 这很近呢 你从家里出来就是这 你看这圣诞节到了 那么你会看到好多圣诞节的装饰 很有这个小镇的特色 它这门口 然后你看刚才咱们看的是 然后再出来走着走也就三分钟了 然后这边就都是公寓了 对面是便利店公共汽车站 那么你开车也方便 走着也方便 然后沿着这条小街全是这个小的商店 什么做衣服的 剪头发的 这个干洗电商店 然后对面这条街如果走着去就是样子 你看旁边这些高楼有的是租的 这个是租的 然后这个是买的 年轻人可以住在这 这周围年轻人的密度很高 这个就是很多人像咱们经常咨询的 叫做North Toronto 北多伦多高中 排行很靠前 这个Faster的排行是33 总的学分排行是第82 那么好多人呢 来到这个学校呢 一落地就冲着这个学校来的 周围的房子也是好租好卖 但是价格不准 就像咱们看到的这个 一个小的三名 它就能卖到110、120 这就是这个区的总价值 那么这个区呢 这个房子呢 这个学校是个百年老校 如果有机会的话 咱们去里边看看 这属于在城市中的 一个很出名的高中 好 咱们继续看下一个 这就是Yan和Eglinton 叫做小店一条街 你感觉到很有这个 城市风格的小店 多年如一日 就这么迎接周围的邻居 你看这样的人 你说加拿大没人 在这可不是